是7.1.1 不过还是有一些设定上的差异 我目前用5.63 其实用的还蛮稳的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说你觉得你要用最新的 你回去可以试试看 网络上应该也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设定 不过应该打开 差别只是说把MySQL变成那个什么Maria 就是那个 创MySQL的那个人 他把他女儿的名字拿来用 不叫MySQL 因为他后来好像被生养SAM给并购 好像被并的时候他并10亿美金 因为生养后来又被Oracle给并了 所以又被并到Oracle 所以现在你看到那个MySQL driver 后面会有一个Oracle 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所以Google很久以前就一直用MySQL当他的server 可是后来因为被Oracle病人 然后他跟Oracle这件关系也打了 残送数年 大概一直没有结果 因为那个Java其实是Oracle的 可是Google用他的技术来 怎么设计那个手机的app 很多都是用Java 但是没有给授权费 但是因为他又是自由软体 其实自由软体理论上是 你只要非盈利 可是问题 他这中间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就是你赚很多 但是我却没办法收到任何的获利 所以Oracle也挖挖叫 因为这样告来告去 当然这是题外话 很多 如果有兴趣 你们可以搜寻一下相关的新闻 还在告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样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SAMP7 这个版本的话比较新颜 做法都差不多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最后假如你回到家之后 因为之前有同学常常遇到什么状况 就是可能这个环境 你想要重新再练习 但是你要重新练习的话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砍掉它重练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安装到C叠 如果你将来回去的话 你希望把它砍掉的话 其实很简单 不过你现在不能直接按右键删掉它 因为好像应该删不掉 他说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正在执行 所以怎么办 一按右键 记得下面就按右键 可以把它退出 再重试一下 你会发现 退出完之后 它还是不给你删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还是很多人遇到团队问题 如果你要砍掉重练 这个资料夹无法砍掉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跟各位讲一下 请你在这个工作上面 工作练按右键 记得 启动什么工作 或者Ctrl Ctrl LT 加Enter 就是启动这个什么工作管理员 在工作管理员里面 其实 虽然说你已经把Server关掉 但是 其实 那个什么呢 Apache 跟 那个 MySQL 它其实还在背后执行 只是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在哪里 其实基本上 你可以切到这个哪里呢 特别是应用程式的这个历程记录里面 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 我按照那个英文字我排列好了 应该 应该是详细资料 跟正一下 详细资料里面呢 你把它排序一下 有两个东西 Apache 它的开头是这个 HTTP 有没有 7就是这个 所以你如果要让它真理移除的话 记得把它按右键 结束掉 这个你Apache 才会真的从你的记忆体消失 你才能够删掉 才砍得掉 因为之前有同意要砍掉 砍不掉 第一个是这样子 这个还在 这个也把它砍掉一个 好像另外一个就消失 这来的话就是MySQL 所以你可以找到那个MySQL开头的 有没有MySQL开头 另外一个 有没有MySQL 在这里 就这一个 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 把这个移掉 跟那个刚刚HDB移掉之后 再从事一下 这时候有没有 就可以顺利移除了 那你砍掉的话 也就是说 刚刚你做的一切行为 都会从你的电脑 完全消失了 Data也不见了 OK 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砍掉重链的时候 因为之前有同学 想要砍掉重链 但是砍不掉 所以我这边的话 这个Temp略过没关系 这个导不影响 这个都Temp 它有暂存档 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些全部都砍掉 等一下可能Temp 也许会自己把它消失 整个就消失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还要再练习 那你可以再把它重新解出来就可以 那今天的话主要就是把这个MySQL部分讲一下 那下一次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进度有点慢 所以后面的话可能要加快一点速度 工作表合并的部分的话 下一次再来看 主要是如果你有很多的工作表 你要一键完成所有合并动作的话 该怎么做 另外也可以延伸到资料库 今天讲的 你可以把很多工作表 全部都塞到MySQL里面去 可能你有一堆的工作表 全部都塞到MySQL 要怎么做 回去也可以先试试看 画面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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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